总统赖清德先前跟新科近任的将官查续 传出总统到现场的时候 所有人并没有起立迎接 气得总统当场摔资料 怒批军人怎么会不知道礼节呢 国防部长孤立雄今天帮忙缓夹 他说总统是三军统帅 并没有立威的问题 军人应该有的礼节 总统本来就会提醒 也强调绝对没有所谓的辱骂 还有帅东西 8月初总统赖清德上任后 首度主持将官近任训免典礼 典礼之后邀了31位新科将领到总统府查训 当时总统还没到之前 府方幕僚跟大家说 茶会不是正式典礼 不用太拘束 没想到总统到的时候 在场人员并未起立 而是坐在桌前鼓掌 传出总统气得摔手中资料 认为大家怎么不知道礼节 现场气氛很尴尬 国防部长顾立雄连忙拿麦克风打圆场 表示都是沟通舞会 三军统帅就是三军统帅 并没有什么立威不立威的问题 作为一个三军统帅 那么他提醒军人应该有的礼节 我想这也是应该的 也没有任何所谓辱骂 或者是摔东西立威的这些事情 顾立雄帮忙缓夹 总统没有生气 只是提醒而已 而9月起 将官进任授接典礼 改为每个月在府内举行 由总统主持 传出为了让总统了解 每位进任将官的背景 军方提交给府方的人员简历当中 都会著名籍贯 用人为财 没有省级之分 总统府也强调 资料表格都是军方 沿袭已久的既定格式 不是总统新增的要求 就怕有心人炒作 省级正义打击国军使器 记者胸比笑声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